你敢相信吗 除了光以外的其他伊格尼斯竟都可以和人类共存 而光之伊格尼斯之所以变成邪恶之光的原因 则是因为一场有着数十亿次验算的模拟实验 而那场实验的数据因为被左领导得到 光之伊格尼斯心中的秘密将被全部揭露 随着尊哥战死 V6中著名的花田大战即将搞起 左领导和莱特宁格赛前嘴炮 语言犀利的左领导妙语成珠 句句都在往莱特宁格心窝子里扎 与此同时 游坐和小黑经过自我安慰后 看着即将打响的花田大战 两人当即决定要去为消失的伙伴复仇 现实中 草哥被放置在了地上 这俩汉诺男骑士还给草哥垫了个毛巾 这是画面回到镜像世界中的花田 左领导疯狂炮轰莱特宁格 直接给擅长打嘴炮的莱特宁格破了个大方 让后者被气到要率先打响本次排局 至此BOSS战前的最后一战搞起 莱特宁格表示我赖我先攻 起手召唤天装骑兵之剑斗使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的回合 可以将场地魔法天装竞技场加入手牌 接着莱特宁格果断发动这张场地魔法 不过因为这里的景色不错 他的场地环境聚像不了 而当发动了天装竞技场时 玩家可从卡组中将一只天装骑兵怪兽加入手牌 莱特宁格选择的怪兽是天装骑兵所敌手 紧接着莱特宁格又打出回路 用场上的天装骑兵怪兽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天装骑兵之石夫掌 此刻天装竞技场的另一个效果会发动 通过将手牌中一只等级4以下的怪兽送入目的后 可以尽可能地在天装链接怪兽的链接端上 召唤与送入不同的天装骑兵怪兽 莱特宁格舍弃手牌中的天装骑兵之短剑手 在石夫掌的链接端上特殊召唤剑斗使 随后莱特宁格要发动手牌中所敌手的怪兽效果 将手牌中除他以外的天装骑兵送入目的 将自身从手牌中特招上场 莱特宁格用两只杂鱼骑兵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天装骑兵之百夫掌 莱特宁格用百夫和石夫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被授予新力量的光之骑士 其名为链接三 天装骑兵之三叉戟配管关 这一刻灯光聚集到三叉戟的三个标记上 警惕的左领导感觉莱特宁格根据他的卡组做出了针对 而这只三叉戟骑兵的怪兽效果 则是当身处额外链接驱使 翻倍自身的攻击力到2200 最后莱特宁格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这时尤座和小黑发现了二人所在的花田 看着到来的尤座左领导略感惊讶 碰巧鲍曼也及时赶到 上来就对着尤座深情告白 表示他完成了所有要和尤座打牌前的试炼 击败了奎妹和尊哥收获了四个伊格尼斯的数据 话说鲍曼的卡组也就只能克制他们了 面对关案两个属性 他的高驱动可没一点优势 突然左领导小手一指大喊正好 他要在这里揭露莱特宁格的罪行 原本尤座等人还以为莱特宁格只是反人类 但旋转了360度的左领导 却知道莱特宁格的真面目 与找不到思想储存在哪里的人类不同 伊格尼斯们将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了一个地方 而左领导在来这里之前 用加传算法解析了所有伊格尼斯的数据 换言之就是他知道六大伊格尼斯的全部 包括记忆经历以及思想 此时正在讲故事的左领导突然给了小黑两句 表示小黑几乎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伊格尼斯 莱特宁格见状不妙大喊继续打牌 怎料鲍曼却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 小黑为保住了自己的黑历史感到庆幸 好了话不多说 左领导在模拟实验中找到光之伊格尼斯验算的数据 而那个模拟实验正是莱特宁格在得到了电子接红 就AIA和人类的未来做出的数十亿次的模拟实验 可就是那场实验让伊格尼斯们的领袖走上了邪恶之光的道路 在那场实验中每个伊格尼斯都有和人类共存的未来 包括风之伊格尼斯温帝 都有和人类繁华到一定程度上的未来 小黑听后质问左领导 红尚博士做的模拟实验不是伊格尼斯会毁灭人类吗 左领导表示自家老爸是针对全体伊格尼斯做出的实验 而且那个结果并没有出错 但左领导却是在针对了个别伊格尼斯的实验中找到了真相 在其他伊格尼斯都有繁荣的未来后 剩下的光之伊格尼斯会毁灭全部 也就是说莱特宁格不光没有和人类共存的未来 并且它还会导致其他伊格尼斯和人类的未来走向破灭 无视莱特宁格的左领导表示自己没有将这个真相告诉任何人 但亡灵哥却凭借自己的直觉 一眼就看穿了莱特宁格内心中的黑暗 此刻左领导对莱特宁格公开处行 称莱特宁格不是个优秀的AI 他比其他伊格尼斯强的地方就在于会想出卑鄙的手 此刻被气到揪自己的莱特宁格愤怒到了极致 坦白自己就是因为不认同那个实验 不愿意承认自己比其他伊格尼斯略逊一筹 所以才制造出了超越伊格尼斯的爆满 想要弥补他们伊格尼斯的缺点 小黑听后让莱特宁格将们取掉 只有你才是最大的缺点 你知道顾步一阵的左领导是如何发动汉诺的四重重高力量 又使莱特宁格踏入陷阱 从而一举解决掉棘手的裁决之时的吗 就在刚刚 左领导讲述伊格尼斯和人类共存的模拟实验 结果是除了光以外的伊格尼斯都可以和人类共存 而且还都有着极致繁荣的未来 但就是因为光之伊格尼斯的存在 导致所有伊格尼斯都无法和人类共存 等待他们的未来都只有破灭 看着不以为齿凡以为容 像极了滚刀肉的莱特宁格 周深开始散发白气的左领导表示 要让莱特宁格见识一下 当邪恶的思想走上了自我正当化的路时 会导向多么愚蠢的未来 抽卡自带气浪的左领导发动场地魔法旋转引导扇区 话说V6中是搞不了场地魔法卡吗 左领导和莱特宁格的核心可全在场地魔法上 左领导用引导扇区直接在场上白嫖了一只 马格南枪弹龙和麻醉枪弹龙 随后果断打开链接召唤用的回目 将场上的两只枪弹怪兽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直为二的瞄准进入 接着左领导小手一点 从手牌中特殊召唤网关龙 并打出魔法卡交叉连接入侵 效果解释起来太过麻烦 总之就是可以让左领导抽两张卡 同时发动网关龙的怪兽效果 从手牌中特殊召唤自动枪弹龙 游座表示周围撒下的花瓣 是在庆祝左领导的卡组在今年夺冠了吗 好像这个画面中的人除了他的卡组都夺冠了呀 好了言归正传 左领导摆下的怪兽阵型是为了对付裁决之时 而莱特宁格则表示先出必被破 翻开永续陷阱卡添装置营场 效果让场上的卡不能被效果破坏以及除外 并且当魔线区域表测存在的这张卡成为效果的对象时 自己的怪兽将被全部破坏 试图口糊的小黑表示自动枪弹龙的效果 是将卡送入目的不算破坏 说实话这里的我没太听懂 还是初代的一两行效果卡简单啊 大致的意思就是经过游座的解说 左领导不光战术被破 就连王牌之一的拓扑逻辑三叶双头龙都无法使用 眼看小黑被莱特宁格的策略吓到不行 莱特宁格开始疯狂嘲讽 只见不知为何愤怒的左领导突然打出回路 舍弃刚才摆下了的三只怪兽阵型 给自己老牌的王牌怪兽制造了一个新出场画面 好家伙 当年这头龙的出场可没有这么炫苦 这是当时制造组被投资商忽悠了 以为有资金投入所以开始燃烧经费了吗 左领导发动上唐龙的怪兽效果 将一只怪兽的攻守数值下降500点 并且对方不能对应这个效果发动卡片 说实话无论看多少次 还是觉得左领导的怪兽效果有些超弱 只见上唐龙发动名为天雷之枪管加农的攻击 直接贯穿了莱特宁格的链接怪兽 下降了莱特宁格1300升运值 小黑注意到上唐龙不是有牛头怪兽的能力吗 有座表示那头杂鱼怪兽牛头了也没用 反而还会让造成的伤害降低 莱特宁格嘲讽左领导循规蹈矩 给他留下了完成策略的拼图 原来只要是现在刚出场的卡都会有目的效果 当那头杂鱼怪兽被破坏时 可以让裁决之时加入到莱特宁格的手台 左领导不屑咧嘴 合理的攻击方式法是让莱特宁格构建起了胜利的方程式 只见那头三叉几杂鱼被破坏后 还能作为链接魔法放置在魔法陷阱区 左领导箭状直呼赖皮 只有反派才有的链接魔法卡多少有些适合 怪不得那头怪兽的箭头要全部指向前方 没想到竟还有这种赖皮效果 不过要我说左领导还是喜白若三分了 要是拿出了当年在汉诺塔打游坐时的 全链接四的额外链接 莱特宁格恐怕连展开都够强 此刻莱特宁格要发动链接魔法三叉几的四重效果 莱特宁格表示将墓地中的一只链接怪兽返回卡组 从墓地中将天装骑兵的链接怪兽在链接端上特殊召唤 莱特宁格返回墓地中的石夫掌 特殊召唤百夫掌到三叉几的链接端 接着莱特宁格继续发动场上魔法天装竞技场的效果 在百夫掌的链接端上特殊召唤铁甲兵和剑斗士 并且用其中一只杂鱼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天装骑兵之石夫掌 这下莱特宁格的链接端就指向了魔法陷阱区 也就是说发动裁决之石的时候到了 左领导嘲讽莱特宁格 要见识地狱的人正是他 既然早就知道了裁决之石是能改变战局的卡 那左领导又怎么会只有一手准备 翻开陷阱卡 汉诺的第四重力量之心灵崩坏 效果宣言一个卡名 而当被宣言的卡在对方的手牌中时 让对方将那些卡全部丢弃 这一刻裁决之石崩溃 莱特宁格的赖皮手段之一被彻底搞掉 你见过左领导在花田大战时 用两只等级四的怪兽作为叠放素材 超量召唤出的枪管装填超充能龙吗 在此之前 左领导用汉诺的第四重重高之力 彻底打掉了赖皮且棘手的裁决之石 察觉到自己被算计了的莱特宁格表示 要将左领导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首先用场上的三只怪兽作为素材 组成链接直围四的回忆 链接召唤王牌怪兽之天装骑兵中的总指挥官 同时发动墓地中的铁甲兵效果 当作为链接素材而进入墓地时 通过支付玩家的一千生命值 让当时成为素材的怪兽全部返回到卡组 接着莱特宁格要根据总指挥官的标记数量 将墓地中同数量的卡拿回卡组 再接着让对方玩家从墓地中选择一张卡 加入到莱特宁格的手牌中 目前莱特宁格墓地中的卡只有一张 正如左领导所说 裁决之石是个拥有改变战局力量的卡 那么对于保护这样的卡 他也不会只有一手准备 眼看左领导无动于衷 莱特宁格自觉地拿回了裁决之石 犹作表示莱特宁格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且李波露罢不会像森林兵火人一样轻易落败 此刻莱特宁格果断将裁决之石放置在魔线区域 并让总指挥官发起怪兽间的攻击 而就是这个瞬间 左领导要发动上唐龙的抗敌子弹 虽然总指挥官诱着让链接怪兽的效果 发动无效并破坏的效果 但效果的优先级并不在上唐龙的效果前面 莱特宁格表示无所谓 就算比拼攻击力他也不拒 发动裁决之石的赖皮效果 翻倍总指挥官的攻击力到5000 只见炮火洗礼了枪管上唐龙 将左领导的生命值变为2000 目前决战双方的生命值都差不多 但因为裁决之石的存在 让左领导陷入前所未有的劣势 莱特宁格见状开始嘴炮嘲讽 毫不掩饰的口头禅暴露了他的另一个秘密 左领导表示你们总算注意到 莱特宁格和温蒂的性格相同的这件事 原本伊格尼斯之间的事情他不想过多解说 但既然提起了那就是在给莱特宁格增加一重罪恶 正如布林梦当时怀疑温蒂性格大变师所说的一样 温蒂的性格确实变得异常偏激 小黑听后立马反应过来 并表示以前的温蒂是个很好说话的家伙 那么温蒂现在之所以变为如此反人类的原因 正是莱特宁格用手段修改了温蒂的程序 而且那个手段还是强制性的卑鄙手段 因为左领导查过温蒂的模拟实验记录 确定了温蒂在实验中并没有演化出邪恶的性格 所以借用游坐的话说就是 温蒂的邪恶来自于莱特宁格 怪不得莱特宁格会给温蒂施加病毒程序 用温蒂带着布林梦一起上路 暗制伊格尼斯不敢相信 他们曾经竟然相信莱特宁格作为他们的领袖 眼看莱特宁格对此还挺自豪 看不下去的左领导果断出击 语言炮轰来特宁格 轻轻松松便将莱特宁格喷到破坊 要么说嘴炮方面还得看汉诺骑士 成员都是语言上的人才 只见左领导在小手一指 果断结束莱特宁格的回合 发动旋转引导扇区的场地效果 当对方场上的怪兽比自己多时 根据插值召唤同数量的怪兽 左领导从手牌中召唤看起来像杂鱼的隔离龙 此刻莱特宁格嘲讽左领导要想打败拥有裁局之时 加成的总指挥官 就必须搞出一只5000弓以上的怪兽 左领导发动隔离龙的怪兽效果 从卡组中将同名卡特殊召唤到对方的场上 上来就给莱特宁格吓了一跳 左领导表示隔离龙在场上存在自身以外的怪兽 是不会成为攻击对象 而且用卡的效果特殊召唤的时候 要再回合结束进入目的 这时只有游座看出了左领导的目的 既然同样等级的怪兽现在有两只 那么左领导自然要进行超量欧巴勒 只见一番汹涌狂暴的特效过后 左领导的超量怪兽 枪管装填超充能龙便闪亮登场 你知道纵观七部游戏王中最虚伪 最拉胯且最不讨喜的boss为什么是鲍曼吗 其一是因为这个家伙输牌次数太多 唯一一个正大光明击败的人还是魁妹 其二是性格复杂 嘴上说的好听可做的太过差劲 其三是在这场左领导与莱特宁格的花田大战中 鲍曼嘴上说的和做的都非常正义 但就是出手的时机显得自己太过虚伪了 就在刚刚 左领导用场上的马格南枪弹龙和格力龙 作为四阶级的叠放素材 超量召唤枪管装填超充能龙 有座感慨里波路霸 永远有超乎人们想象的卡 莱特宁格看见后不屑一顾 左领导顺势嘲讽莱特宁格 并发动超充能龙名为抗敌增填的怪兽效果 通过去除一个叠放素材 先将一只怪兽的攻击力下降600点 然后复活目的中的一只枪管怪兽 注意 是无视等级的复活 没错 复活的正是另一头的3000怪兽枪管上堂龙 左领导让超充能龙进攻总指挥官 而就是这个瞬间 枪管装填龙的怪兽效果会发动 名为抗敌子弹 下降对方怪兽500攻击力 这下即便加上裁决之时 总指挥官的攻击力也达不到3000了 至此莱特宁格的王牌怪兽被搞掉 生命值也降到了1500 不过就在小黑以为 左领导要一举拿下莱特宁格时 左领导却表示 使用了超充能的效果后 无法发起直接攻击 莱特宁格表示休想恐怖 老子的场上还有一只怪兽 你难道还想直接跳过不成 等等 好像有哪里不对 枪管装填龙的攻击力是3000 莱特宁格场上的格力龙是1500 而莱特宁格剩下的生命值 正好可以归零 游座表示没错 莱特宁格刚才为了拿回裁局之时 清空了自己的怒励 所以他没有能阻挡这次攻击的能力 此刻左领导大手一挥 刚要让枪管装填龙拿下莱特宁格 怎料局势就突然发生变化 莱特宁格在光芒中哈哈大笑 大致意思就是他使用了玛丽克的手段 将草制人的意识和他的生命值连在了一起 这样只要李波露霸下达攻击指令 就等于亲手搞掉了草哥弟弟 搞掉了游座从天章开始就一直要拯救的人 对了 莱特宁格为了防止李波霸霸对不认识的人痛下杀手 他还将亡灵的意识数据和自身连在了一起 眼看陷入犹豫中的左领导闭口不言 莱特宁格顺势嘴炮嘲讽左领导 当年为了抹除他们可以将许多人类都卷入其中 美其名曰为了大意舍弃小我 怎么如今却变得婆婆妈妈的 左领导文言被瞬间激怒 当即就要下达攻击宣言 可却被一旁的游座用名为羁绊的嘴炮阻止 试图挣扎的左领导想用草哥的事情堵住游座的嘴 这次能百分百击败莱特宁格的机会 此刻得意的莱特宁格开始给自己增加罪行 坦白草制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很自闭的原因 就是因为莱特宁格在刚诞生的时候就获得了入侵网络的能力 并且他还从懦弱的草制人身上学习到了如何给人恐惧 原来在草制人因输掉决斗而被惦记到晕倒后 意识刚刚苏醒的一瞬间 莱特宁格制造了一个救援来了 可以从这里逃出去的幻觉 于是正当人帝处于劫后余生的心态时 莱特宁格就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恐惧 彻底磨灭了草制人的希望 左领导怒喷莱特宁格是个从出生起就拥有邪恶思想能力 必须要在这里彻底埋葬掉他才行 可如今的左领导是投鼠忌器 隐藏的王牌进出却没有拿下莱特宁格 汉诺三骑士吐槽如果是当年的篇章Boss咸淡超人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 而就在莱特宁格要反击的时候 虚伪到不能再虚伪的鲍曼表示自己急证明 他不允许卑鄙的手段再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恕我直言 尊哥书纯粹是因为鲍曼用语言蒙骗了尊哥 而且这家伙要是真那么正直的话 为什么要等左领导结束回合后才出手啊 只见莱特宁格体内的数据被鲍曼汲取出来 草制人重新穿上了衣服 现在的鲍曼已经强过了光暗两大伊格尼斯 让光之伊格尼斯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李波禄吧 好家伙 这个玩意是在这玩尾上吗 你敢相信全局都在碾压莱特宁格的左领导 竟会被卑鄙的手段坑道和莱特宁格同归于尽吗 而最让人感到离谱的近视 莱特宁格用草制人的意识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生命值 可就在刚刚 莱特宁格用草制人的生命上演马力克行为 强迫左领导结束了百分百能获胜的回合后 满嘴人意的鲍曼已经从莱特宁格的身上吸走了草制人的数据 莱特宁格的回合 先是召唤素材骑兵短剑手 用它链接召唤天装骑兵石斧掌 然后打出魔法卡天装之霹雳 效果解释起来用事太多 总之就是用石斧掌作为祭品 从卡组中特殊召唤另一头链接怪兽 其名为天装骑兵之火焰骑士 这一瞬间莱特宁格要发动另一张链接魔法 天装骑兵之三叉几配管关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墓地中的石斧掌返回额外卡组 特殊召唤天装骑兵之总指挥官 左领导表示无耻加赖皮 居然跟他玩王牌怪兽反复弹挑的套路 这下左领导场上两大龙的攻击力 都无法和有裁决之史加成的总指挥官媲美 而就在莱特宁格以为左领导必输无一时 莱特宁格继续坦白自己的罪行 表示李波露巴一直有个误会 认为是宋公司加害了洪尚博士 可给洪尚博士植入病毒的人正是他 故事要从LOS事件后说起 被洪尚博士制造出来的六大伊格尼斯 创造了电子世界 为宋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就在莱特宁格做模拟实验时 洪尚博士和他在同一时间也开始了模拟实验 于是莱特宁格为了不让洪尚博士 发现一切的邪恶都来源于他 莱特宁格先下手为强 给洪尚植入了电子病毒 与此同时 宋公司正在为LOS事件问责而头疼 处于监禁中的洪尚博士 向高层控诉了伊格尼斯的危险性 而就在那时 左领导解开了洪尚的电子病毒 于是洪尚便认定是宋公司谋害的他 小黑表示 怪不得他在听到这个真相时就感到不对 那么厉害的病毒 可不是宋公司能做出来的东西 好家伙 这就是互相阶段 左领导揭露莱特宁格的邪恶真相 莱特宁格反手 就成为了左领导的失负仇人 指尖就在总指挥官要发动攻击时 左领导大喊发动上唐龙的怪兽效果 抢在所有的效果前下 对方怪兽500攻击力 同时左领导还翻开了永续陷阱堵盘枪管 通过释放一只枪管怪兽根据其标记数量 在卡的上面放置同数量的指示物 接着在几方怪兽成为对方怪兽攻击对象后 通过去除一颗指示物保护几方怪兽不被破坏 并根据剩下指示物的数量下降总指挥官300攻击力 这下即便莱特宁格发动了裁决之时 也无法消灭枪管超充能龙 更无法在这回合击败左领导 生命值剩下600的左领导表示机会他已经给了 可莱特宁格却并没有把握住 你应该心知肚明 下一回合你将迎来败北 小黑不敢相信这种局势下的左领导都能翻盘 唯独游坐看出来的希望所在 哪怕左领导现在的生命值宛如风中惨主 但枪管超充能龙可还有一个叠放素材 怪兽效果下降一只怪兽600攻击力 并可以复活目的中的一只枪管怪兽 左领导没开二度的复活枪管上唐龙 他要重复上回合没有完成的攻击 无法被任何卡康特的抗敌子弹 继续下降总指挥官500攻击力 这下经过游坐和小黑的轮流解说 只有攻击奏效莱特宁格就会败美 于是不甘就此失败的莱特宁格大手一挥 发动总指挥官的怪兽效果 让与他链接的卡返回手牌 莱特宁格选择返回的卡是天装之营场 注意这里的卡效果和之前发动时没有变 虽然看不懂但只能说是剧情杀 莱特宁格表示当这张双方都应该能看到 效果的卡成为效果对象时 可以破坏自己场上所有的怪兽 而其中火焰骑尸的怪兽效果正是在被破坏后 可以将攻击力化作伤害给予双方玩家的同归于禁卡 至此随着爆炸结束 李波路霸的生命值归零 莱特宁格的生命值没有显示 汉诺三骑士不敢相信 李波路霸居然会输 而左领导也是没有想到 卑鄙的邪恶之光竟然会有抱着敌人自我毁灭的想法 事后左领导感慨自己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无忧无虑地躺在花田中望天 对着眼前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话说当李波路霸喊出小黑的名字时 应该就认同小黑是他的同伴了吧 然而左领导还是低估了莱特宁格的邪恶与卑鄙 只见这家伙的生命值竟还有一点 游坐和小黑直呼离本 刚看到这个时候 我还以为是莱特宁格有卡的效果保密 但随着爆慢说出来 莱特宁格没有交出草制人的全部意识 反而是将那些转换成了额外的生命值后 我只能说这两个大小boss实在是凭一己之力 就拉低了游戏王力带boss13格 你见过爆慢用赖皮技能大师风暴链接印出来的卡 从未出现过的链接五怪兽嵌和高驱动巨龙吗 链接召唤的条件需要五只指定属性的链接怪兽 而吸收了五大一格尼斯数据的爆慢 竟然能在初始的起手回合内就将他召唤上场 只见刚才的爆慢还满嘴人意的声讨莱特宁格 可实际上他只是为了吸收莱特宁格 之前在左领导被迫结束回合后出生就够虚伪的 结果他在明知莱特宁格没有交出人地的数据后 却还是满嘴正大光明的纵容 要么说他不愧是莱特宁格制造的场合 在极致邪恶的基础上竟还增加了伪善 反正现在的爆慢已经吸收了五个一格尼斯的数据 剩下的一格尼斯仅剩小黑 那么这里让我们大胆地猜测一下 这个不讨喜的boss能和游坐打上几个回合 至此出征竟向世界的五人组仅剩游坐 莱特宁格一方也只有爆慢存活 双方来到了被爆慢称为适合决斗的舞台 说实话因为出场的人物实在太少 没有办法体现出游坐为人类而决战的悲重 而在排局开始前 爆慢用吸收的五大一格尼斯数据 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卡子 游坐表示无所谓 反正他的怪兽大多都是暗手性 而就在决斗开始的同时 被困在网络世界中的人被爆慢的力量袭击 游坐和小黑触发电子感应 此刻小黑留下的后手在家中疯狂摇摆 小黑和游坐表示明明这里只有他们 但却能感知到周围有很多人 爆慢对此不做任何解释 起手依旧是那只高驱动加速龙 原本爆慢按照规则 因为链接召唤能克制对方属性的高驱动龙 奈何他没有能克制暗属性的驱动龙 只能链接召唤汉地高驱动龙 接着爆慢用二次特招的高驱动加速龙 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冷却高驱动龙 小黑吐槽直到目前为止 爆慢的开局都和之前一模一样 用两只高驱动龙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双剑高驱动骑士 突然爆慢的节奏发生变化 连双剑高驱动骑士的怪兽效果都不想解释 直接将其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燃烧高驱动龙 小黑头冒问号 疑惑为什么要用链接二的怪兽召唤链接一 游坐表示爆慢现在已经召唤了拥有三种属性的怪兽 等等 这是没有洗牌吗 爆慢的初始手牌中居然有第三只高驱动加速龙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爆慢不使用融合卡 那就是肯定是召唤风属性的流体高驱动龙 此刻用怪兽说书说到类的爆慢开始使用魔法卡 其名为高驱动重建 通过破坏燃烧高驱动龙 以无效效果作为代价复活目的中的双剑高驱动骑士 随后发动燃烧高驱动龙的怪兽效果 特殊召唤一只衍生物 用衍生物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变化高驱动龙 好家伙 那造型说它是人我也信啊 怪兽的大致效果是将怪兽的效果不效 让其尽可能地从目的中特殊召唤上场 爆慢复活燃烧高驱动龙和冷却高驱动龙 作为代价破坏双剑高驱动骑士 接着集齐了四只链接一怪兽的爆慢还不满足 继续召唤酷似墓碑的高驱动元素 用其作为素材链接召唤汉地高驱动龙 由作见状感到不妙 莫不是传说中的链接舞要来吗 爆慢发动高驱动元素的素材效果 修改场上的一只怪兽属性 由于爆慢没有光属性的高驱动龙 只好用这个效果将变化龙的属性改为光 只见此刻的爆慢发动要赖皮的专属技能 咱说以前在大师决斗中使用单方面的技能就算了 怎么现在连生命值的限制条件都没了吗 与此同时 网络世界中有不少人都被爆慢贯穿 容易发现这是爆慢搞的手段 拥有电子感应的小黑有左 听到了许多人类的悲鸣 而那个悲鸣就来源于爆慢制造的数据风暴 一回合一次 我可以从数据风暴中 选择一张电子戒足的怪兽加入额外卡 好家伙 这就是明着赖皮 而随着爆慢印卡完成 刚才被贯穿的人类全部倒下 表示时候到了的爆慢打出链接用的回路 表示召唤条件是属性不同的5只链接怪兽 游坐和小黑听后直呼离谱 还真是传说中的链接5怪兽吗 爆慢表示没错 就在所有人观战的人们目光注射 链接5的怪兽嵌合高驱动巨龙诞生 这只攻击力高达4000的链接5嵌和高驱动巨龙 在特殊召唤时可以放置一颗指示5 怪兽效果更是赖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小黑见状爆头埋怨 他没想到爆慢竟然真的印出了链接5怪兽 游坐听后并没有搭理小黑 反而是质问爆慢刚才的悲鸣是怎么回事 有问必答的爆慢表示那是网络世界中人的意识 大致剧情就是爆慢开发了一个究极系统 功能是将人类的大脑所拥有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而说白了就是刚才爆慢召唤的印卡风暴 总之爆慢是个伪善的人 性格复杂的他嘴上说得好听 实则就是利用人类的意识印出这头嵌和高驱动巨龙 天真的小黑表示在莱特宁格用草制人作为挡箭牌的时候 爆慢你不是说很卑鄙吗 对此爆慢解释莱特宁格的行为是为了限制李波鲁霸的战略 把我和莱特宁格相提并论很过分 小黑怒喷爆慢虚伪 怎料爆慢却表示生命和意识并不相同 他只是将那群人的意识和他融合 让一切都在他的体内得到统一 许久没有发言的游坐小手一指 与愤怒的小黑联手嘴炮 奈何爆慢一句无法理解直接抵消 顺便他还表示当他赢了游坐后 将会统治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类 小黑嘲讽区区一个链接五不在话下 游坐表示没错就算是链接六来了他也不会输 游坐的回合 其手一只历代主角几乎都会有的一种怪兽 这代的名字叫做空间小子 怪兽效果可以从手牌中将电子界铜条式 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上场 发动怪兽效果 调整空间小子的怪兽等级 游坐和爆慢一样开局就放大招 将等级一的电子界铜掉式和等级六的空间小子 作为调性素材 同条召唤电子界亮子龙 虽然嵌和高驱动巨龙的攻击力有4000 但电子界亮子龙却有弹回怪兽的能力 可你们都提前解说了 爆慢自然会编辑反制效果 此刻悲鸣声再次响起 不再眼善良人的爆慢骤然黑化 与此同时 嫂子和大舅哥正在疯狂操作 试图搞掉爆慢的系统 而爆慢的赖辟程度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自己的回合无条件印卡也就算了 怎么连对手的回合他也不放过 好家伙 看着倒下人类的数量 怕又是一张链接5怪兽吧 只见印完卡的爆慢要发动 欠和巨龙的怪兽效果 一回合扔一次骰子 根据骰子扔出的属性选择对应的龙头 将巨龙返回首排特殊召唤被选中的龙头 我的天 这也太过分了吧 水之一格尼斯居然被变成了这种生物 爆慢表示发动怪兽效果 无效这张卡链阶段以外的怪兽效果 这下游座准备的战术之一失败 只好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这一瞬间爆慢要发动阿库亚的怪兽效果 将这张卡返回到额外卡组 特殊召唤倩和高驱动巨龙 同时根据巨龙的怪兽效果 继续放置一颗衍生物 爆慢表示他知道游座要召唤量子龙 因为他从吸收的意识中读取到 魁魅卡在网络世界中使用过的所有战术 总之爆慢现在的表情就像是小人得志 游座吐槽当时召唤量子龙对付的人不就是你吗 除了爆慢他也没在任何人面前使用过量子龙 爆慢嘴炮游座的对手不只有他 而是整个网络世界中的人类 游座表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才封锁网络世界的吗 爆慢表示不是封锁而是植入不出 现实世界中的人哪怕明知无法登出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还是有一群不知死活的杂鱼登陆网络 嘲笑那群已经失去了意识的人 而下一秒爆慢的系统就发射能量 将刚才还在笑的杂鱼们洞穿 这下就连汉诺三骑士的人都不禁感态 为何愚蠢的人类如此之多 他们自己找不自在也就算了 可他们的意识会被爆慢吸收 从而增加游座拯救世界的难度 他是游戏王室上赖皮岛无以附加游 无耻程度超过了当年改卡的上千主伤 其他boss虽然也赖皮但都有合理性 可爆慢却是无视了大师决斗的规则 无视了生命值需要低于1000以下 才能发动的条件 直接发动专属技能当面无条件的印卡 看得游做小黑字牙裂子 而爆慢为了给自己的印卡提供合理性 用网络世界中人们的意识 构建能印卡的数据风暴 此时V6中剩余的路人角色 开始想办法破解爆慢的神经元系统 要不然让爆慢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网络世界中的人可就要全部破灭了 话说这里的剧情就有点像Z4中的最终boss战 不打掉上千主上的元术网络就无法破绝 可这代的游自备成员是游做人 哪怕boss连印三张卡他也毫发无损 恕我直言爆慢还是没有从游做的身上学到精髓 闻名网络世界的playmaker之所以没有败金 纯粹是因为他的心态良好 纵观全剧游做几乎都没有想要放弃的想法 没有从游做身上学到无情打排机的爆慢继续嘴炮 可游做一说起来也是个语言天赋爆棚的人 三言两语就给感觉自己嘴炮挺厉害的爆慢 讲到想要打牌的地盘 发动倩和高驱动巨龙的怪兽效果 其名为裁决之闪子 根据扔出的属性特殊召唤对应的怪兽 话说这个造型倒是很给布林梦念的 天真的爆慢上来就大喊最后一击 解释布林梦的怪兽效果是当刻照成功时 将链接端以外的怪兽破坏掉 千军一发之际游做淡定的贯彻自己木坑王的城堡 发动墓地中电子界同条式的怪兽效果 让他代替场上的怪兽被破坏 这个爆慢是真的没有一点逼的 有气无力地让布林梦龙头击退游坐的电子界量走 只是下降了游坐1500生命值 好像说的最后一击是在放排气 而当双方的回合结束时龙头将返回塔组 取而代之的是复活倩和高驱动巨龙 同时爆慢根据巨龙的怪兽效果 放置第三颗意义不明的指数 与此同时 汉诺三骑士经过长达三级的分析 终于得出破解爆慢系统的时机是在发动技能时 正好网络世界中有娇娃和大舅哥作为内野 两人接到了汉诺三骑士的连线 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 原本林不清的大舅哥还不想合作 但一想到自己准备养着当老婆的妹妹都没有 大舅哥最终还是同意了合作 恕我直言如果游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话 估计会来一句用不着吧 游坐召唤时钟周期一龙 发动怪兽效果 以减半攻击力作为代价特殊召唤一只野生物 接着游坐用野生物作为链接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一的链接蜘蛛 怪兽效果特照等级四的怪兽到自己的链接端 游坐召唤新的怪兽原型精灵 随后用时钟周期一龙和链接蜘蛛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二的时钟周期龙亚兵 怪兽效果当召唤成功后 可以让玩家将电子界融合卡加入手盘 同时游坐还要继续链接召唤 用原先精灵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保密专用的链接力神曲 傍慢嘲讽无论链接多少次也疑 他场上的链接五怪兽是这个时代无法超过的东西 游坐发动时钟周期龙亚兵的二重效果 当链接端上有怪兽被特殊召唤的时候 复活没有效果的时钟周期一龙 此刻游坐打出魔法卡电子网络融合 效果就是电子界专用的融合卡 游坐将场上的时钟周期一龙和链接粒子球 以及时钟周期龙亚兵作为融合素材 融合召唤电子界时钟周期龙 没有办法 谁让游坐的链接王牌出不来 只能掏出其他召唤方式的王牌怪兽 游坐发动时钟周期龙的怪兽效果 从卡组中将同素材怪兽自身的标记数量的卡送入墓 而每送入墓地中一张卡 就能上升时钟周期龙一千攻击力 因此时钟周期龙的攻击力将飙到五千五百 只见此时的爆慢还在面无表情 但越看时钟龙就越感到不面 就连面部表情都无法维持下去 你见过被爆慢的神经元系统肢解了的小黑 义无反顾地冲向神经元系统的萤幕吗 在此之前 随着游坐一套口干舌燥的说书过后 攻击力高达五千五百的电子界势钟龙就此诞生 爆慢见状提示嚣张的小黑 上一回合通调召唤的量子龙下场如何 小黑表示那是想用怪兽效果没想提升攻击力 这才让爆慢逃过一回合 而爆慢听后却还是声称 自己用开发的神经元链接系统彻底解析了名为PWM的信息 爆慢淡定地嘲讽牛座赢不了 只有背影的小黑表示确实 只要神经元系统还在运转 爆慢就能发动赖P技能硬卡 铁定会搞出一个克制电子界势钟龙的怪兽效果 所以游坐和小黑必须要在攻击前 解决掉爆慢的究极系统神经元链接 而就在小黑努力思考的时候 汉诺三骑士连到了游坐的麦克风 只见没有察觉到网络被入侵的爆慢举起手臂 大喊发动专属技能 这一瞬间数据风暴卷起 汉诺三骑士准备就绪 财前晃和嫂子开始操作 眼看就要破解掉爆慢的神经元系统 进度调却因瘦公司的安保系统而被阻止 好家伙 平时没有用的瘦公司却在这时候上了链子 幸好瘦公司的安保部长就在这里 开始手动操作焦娃制造的病毒 与此同时 汉诺三骑士的攻击已经成功 可就在焦娃和大舅哥掉了链子的一瞬间 爆慢就发现了程序被入侵 这里只能感慨左领导和草哥不在 要不以他俩的黑客技术足以制衡爆慢 而就在大舅哥要展开二次攻击的时候 爆慢的神经元系统就发现了他的位置 就在要击中大舅哥的时候 焦娃嫂子替大舅哥挡下了这一击 此刻被光束贯穿的焦娃失去意识 掉链子的大舅哥痛苦了两秒后才站起身来 刚准备按下启动攻击的按键 自己就因没有争分夺秒而被贯穿 爆慢感慨人类中的精英不可小视 居然找到了里应外合攻击神经元的方法 不过很遗憾 负责从内部破坏的两人被搞掉了 有作文言不屑咧嘴 紧握拳头示意愤怒 与此同时 失去意识的大舅哥跪倒在地 手指依旧停留在案件之上 认为万无一失的爆慢继续发动技能 结果下一秒神经元就被病毒入侵 能硬卡的数据风暴也就此消散 而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疑惑的时候 汉诺三骑士中的大哥注意到 是失去意识的裁前换按下了启动按钮 原来就在大舅哥失去意识的同时 脑中闪过了自己与妹妹的点点滴滴 好家伙这就是回忆杀的力量吗 这下神经元被迫的爆慢头痛步 本应重合的镜像世界和网络世界开始分离 处于镜像世界的游坐看到了网络世界中的惨样 这是几乎已经全部空座的搜总部 发现了神经元链接停止的事情 所有人通力合作让被困在网络世界中 还没有彻底倒下的人全部登出 怪不得奎妹在出征镜像世界时要把娇娃留下 她的数据病毒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路 此刻小黑大喊时机降临 他和游坐要在这回合彻底打掉暴慢 暴慢听后不信邪地发动 嵌和高驱动巨龙的怪兽效果 只要扔出对应的属性就能召唤同属性的怪兽 然而由于刚才没有印出来光属性的龙头 所以导致暴慢的赖皮连锁被破解 游坐抓住众人为他制造的机会 让电子戒势中周七龙发动电子外冲 击溃掉嵌和高驱动巨龙 将暴慢的生命值下降到和游坐一样 可是由于游坐这回合已经进行了四重链接加融合召唤 手段进出的他也只能就这样结束回合 不过事实证明暴慢除了赖皮 打牌是真的岔 于是明白了这一点的暴慢开始大呼小叫 用自身的力量强行结合两个世界 声称那种程度的破坏只需一会就能修复 只有他还存在神经元就会不断复活 游坐见状面无表情 反而是汉诺三骑士想要放弃 他们已经没有能阻止神经元的能力了 而他们没有不代表科技的最高产物 伊格尼斯没有 只见擅自解除锁定的小黑一飞冲天 无故游坐的阻止 要用肉身去撞击神经元链接 脸色难看的暴慢质问小黑 为什么要为人类做到这种地步 眼看小黑不搭理他只和游坐说话 暴慢直接瞳孔收缩 操作神经元系统对小黑发起攻击 而正在被攻击的小黑却是对游坐留下一眼 让游坐不要怕和人交流 现在的他已经和许多人建立起了羁绊 好吧 这里虽然看着很感人 神经元也被小黑撞了 但游坐是真的没哭 毕竟那家伙乍是也不是一次两次 这一点从游坐几乎看不出悲伤的表情中就可以读出 头脑简单的人工智能暴慢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还好意思自称超越人类和伊格尼斯 你见过暴慢的第二只链接五怪兽无上机之高驱动神龙吗 怪兽效果一共有好几个 首先是让攻击力飙到5000 然后是免疫战斗伤害以及不会被破坏 其次还有个根据目的中高驱动卡的数量 给予玩家大额伤害的顺杀效果 随着小黑被暴慢制解后 神经元系统暂时无法修复 可暴慢却还是表示要在这回合终结游坐 话说这家伙的块头是真的大呀 脑袋和身体的比例看着有点不协调的感觉呀 暴慢发动魔法卡高驱动在降落 其中一个效果简单直接 无效效果复活目的中的一只怪兽 暴慢复活好不容易被游坐搞掉的嵌和高驱动巨龙 虽然用这个效果复活的怪兽会在回合结束后被破坏 但用来当祭品或者素材却是再好不过 只见暴慢在此刻打出了反派的核心魔法卡裁决之时 而就在观战的众人以为暴慢是要翻倍攻击力硬拼石中龙的时候 暴慢竟又启动了自己的专属技能 神经元系统也随之复活 游坐不慌不忙地让暴慢找个理由 而暴慢这个赖皮也是真的无耻 在网络世界中找不到可以吸收的人后 竟然开始吸收这片世界的数据构建数据风暴 游坐大喊住手 这样做的话会让以后没有地方打牌 暴慢表示若是付出这样的代价就能击败游坐 对他来说就算便宜的 说实话这里也就是暴慢无视规则 要不然暴慢这个boss也不是太赖皮 只见此刻的暴慢要将场上的链接五千和高驱动巨龙 作为素材进行链接召唤 好家伙 不知道这个龙比起流天类新龙如何 暴慢表示答案在此揭晓 第一重怪兽效果是出场即放置五个高驱动指示物 第二重怪兽效果是没有一颗指示物 就上升无上击一千攻击力 好家伙 这头老龙超标了吧 boss级的怪兽攻击力不都是四千吗 汉诺三骑士表示不止如此 如果再加上裁决之时的效果 无上击的攻击力就是一万了 游坐健壮及时叫停 用自己的一身肌肉来翻开陷阱卡回归风险储藏器 效果特殊召唤目的中等疾一的怪兽 游坐选择复活的是原型精灵 用他作为祭品发动目的中链接力神球的怪兽效果 将自身特殊召唤回场 接着游坐还要根据风险储存器的陷阱效果 用一个诡异的姿势补充一张手牌 不服输的暴漫对标游坐的行为武动身躯 让无上击进攻时中周七龙 游坐表示铁头的可以啊 发动链接力神球的怪兽效果 释放自身将对方怪兽的攻击力降为零点 话说这个效果不能在战阶发动吗 虽然攻击力为零不能启动裁决之时 但暴漫会对应这个效果编辑新的效果呀 火不其然 暴漫继续让无上击发动攻击 游坐质问暴漫什么意思 暴漫表示无上击的第三重怪兽效果是 先将战斗所受到的伤害变为零 接着借由去除一颗指示物使其不会被破坏 游坐听后大吃一惊 怕不是暴漫喝多了吧 这两重效果加起来也搞不掉他的十中龙啊 原来在无上击之高驱动神龙进行过战斗的回合力 可以破坏对方全部的怪兽 并且还能根据目的中高驱动卡的数量 没有一张就给予对方玩家300伤害 游坐文言脸色骤变心中狂喜 场外仅剩的两个队友疯狂计算 表示游坐将要受到的伤害只有2400 因此这对于生命值还剩2500的游坐来说就是 九汉逢甘露 柳暗花明又一村 哪怕暴漫编辑的效果再来 也架不住敌方阵营的人用表情立下的伏爱 以及从古至今传下来的风中残珠定律 只见就在游坐刚用小黑的忌天立下大气后 决斗盘就再度亮起 你敢相信五大一格尼斯的落幕竟然如此草率吗 就在刚刚完全踢的暴漫召唤出来 Boss级别的怪兽无上击之高驱动神龙 将游坐的生命值削减到风中残珠 而就在游坐被打麻了时 刚才被肢解的小黑突然回归 身为能对飙光的暗制伊格尼斯 他早就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事先在机器B的身体里留下了备份 不过那却是个赌命的办法 因为复原的可能性极低 所以小黑刚才留下的遗言是真心话 眼看哪怕小黑忌天也只能暂时压制住的神经元系统 游坐明白想要击败豹曼 就必须要在这回合决出胜负 机智的小黑让游坐帮他争取些时间 他当才冲进神经元除了试图将其破坏以外 就是为了打出个能进入到神经元中的漏洞 了解到小黑计划的游坐让其小心 毕竟想要击败豹曼 就需要用到其他伊格尼斯的力量 只见小黑顺着游坐的身体入侵 进向网络世界 进入到刚才打出来的漏洞 而被豹曼吸收的五大伊格尼斯就在这里 只不过都已经陷入昏迷 小黑上前唤醒阿库亚和布林梦 布林梦吐槽小黑不够仗义 出征前居然没提醒他俩也留下备份 注意这里的温迪已经不再是红眼状态 此刻小黑发出攻击试图救出阿库亚 怎料被惊醒的莱特宁格却告诉他 五大伊格尼斯已经和豹曼彻底融合 阿库亚表示没错 必须要趁着神经元短路的这回合击败豹曼 莱特宁格一边嘲讽小黑自投罗王 一边将豹曼也拉了进来 布林梦劝说小黑不要管他们 赶紧回去帮助游座打倒豹曼 可是在小黑看来打倒豹曼后 五大伊格尼斯也会随之消失 而且没有五大伊格尼斯的力量 他和游座也搞不过豹曼 阿库亚听后立马反应过来 连忙让布林梦给他力量 只见两人的合力将老土和温蒂的力量牵扯了出来 莱特宁格试图克制自己的力量 怎料阿库亚和布林梦的合力 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匹敌 至此小黑拥有了六大伊格尼斯的力量 而剩下的五大伊格尼斯则要被豹曼全部吸收 最后莱特宁格留下一言 表示小黑日后会知道残忍的真相 看着回归的小黑 游座知道了事情原委 虽然不太可能复活伊格尼斯 但他们现在只有打败豹曼这一个方法 小黑将六大伊格尼斯的力量交给游座 游座则将这些力量放进决斗盘中 至此布斯战的决战回合搞起 豹曼为自己的怪兽立下攻击力高达8000 且不会被破坏的打起 豹曼表示有趣 让游座尽管放马过来 你敢信这个风中残住的男人 竟能在控场的一回合里 先是举行仪式召唤 让电子戒族的黑魔导降临 后是进行超量召唤 让防火墙超越龙登场 中间一共穿插了四次链接召唤 最终游座在第五次的链接召唤的时候 终于是将全部的怪兽作为素材 组成链接只为5的回路 链接召唤出了最强的王牌 防火墙龙之暗流体 随着五大伊格尼斯为了打败豹曼而寄天后 回归的小黑获得了六大伊格尼斯的力量 游座正式进入到Boss战的决战回合 首先丢弃手牌中的点阵突逃离世 特殊召唤或直击蟹人采取攻击表示 然后发动点阵突逃离世的进入效果 将自身复活并采取守备表示 接着游座大手一挥 发动新的魔法卡电子网络编码器 直接用两只怪兽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链接二的麻鱼者 而就在这个瞬间 电子网络解码器的效果会发动 将一只同属性的怪兽加入手牌 游座表示手牌中的右翼新怪兽微码编码员 在麻鱼者链接怪兽链接召唤成功时 可以成为素材 简单来说就是又一次的链接回目 链接召唤链接三的编码语者 暴漫感慨真是他喵得罕见 作为第二只登场的麻鱼者怪兽 要是再不出场都要忘记他的存在 一身肌肉的小黑和一身肌肉块的游座联手说书 发动电子网络解码器的魔法效果 将光属性的电子界组件加入手牌 同时游座还要发动目的中微码编码员的怪兽效果 将电脑网络优化加入手牌 此刻游座先是召唤出入电子界组件 然后根据其怪兽效果 复活目的中的微码编码员 好家伙 要我说主打链接的游座才是真正的战神 之前的各种召唤纯属情怀 游座继续链接召唤 从额外卡组中拉出电子界女巫 接着再从手牌中发动Syn标签末的怪兽效果 将目的中的时钟周期一龙返回手牌 将Syn标签末召唤到电子界女巫的链接端上 再接着游座还要发动电子界女巫的怪兽效果 通过除外目的中的电脑网络融合 从卡组中将电子界魔术师和电脑网络仪式加入手牌 同时由于电子界女巫的怪兽效果 游座还能在场上复活空间小子 小黑大手一直表示根据小子的怪兽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时钟周期一龙上场 游座将等级3的小子和等级5的标签末作为祭品 仪式召唤电子界族中的黑魔朵 电子界魔术师采取攻击表示 此刻说书已经疯狂的游座 要用时钟周期一龙和电子界组件构建叠光网络 超量召唤阶级为4的防火墙超越龙 爆慢剑状顿短不妙 只见游座在进行仪式和超量召唤后 还要用场上的两只怪兽组成链接回鼓 链接召唤再不登场就要被遗忘的转马于止 游座表示爆慢好像是听不到 众人在引导他的声音 这里天真的爆慢还真的竖起耳朵认真听 但游座却告诉他是羁绊的力量 只用三言两语便动摇了爆慢的心态 这一刻电脑网络编码器的效果会发动 将帝属性的代码生成者加入手牌 好家伙 游座为了这次的说书究竟准备了多少张新卡呀 发动魔法卡电脑网络优化 效果召唤代码生成者上场采取攻击表示 此刻排阶五王扭动身躯 用健美的英姿甩出链接召唤用的回目 只见此时的游座要将电子界魔术师和代码生成者 以及转马于者设置为链接标记 游座大喊链接召唤 用六大伊格尼斯的力量让防火强龙完成进化 链接召唤链接只为五的防火强龙之暗流体 暴漫看见后直呼不可能 哪怕就在眼前他也不相信游座能召唤链接五的怪兽 你见过游座的最强王牌怪兽防火强龙之暗流体吗 攻击力最高能飙到13000点 及六大伊格尼斯的力量于一身 虽然同时链接只为五的怪兽 当暗流体却要远远地强迫暴漫的无上机之高驱动神龙 怪兽效果当目的中存在融合怪兽 仪式怪兽 红条怪兽 以及超量怪兽的时候 可以在身上放置四颗指示物 只见此时的游座连卡都不盖 就要让暗流体对无上机之高驱动神龙发起攻击 暴漫见状嘴角不屑上摇 嘲讽暗流体的攻击力比不上无上机神龙 话说暴漫难道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部剧的规则吗 防火强龙之暗流体当身上游只是物存在时 没有一个就可以上升自身2500攻击力 使出全力的游座大手一挥 让暗流体发动名为新生电磁波解析之不灵梦的攻击 狂喜的暴漫表示因为裁决之时的缘故 当怪兽处于战斗阶段时 无上机之高驱动神龙的攻击力将翻倍到8000点 接着当无上机身上有指示物时可以免疫战斗伤害 同时无上机还能通过去除一颗指示物 无效怪兽自身的破坏效果 波澜不惊的游座表示无所谓 它的目的是下降无人机的指示物与攻击力 暴漫嘲讽游座怕不适合了 居然忘记了无上机的最赖效果 在怪兽的战斗过后破坏对方全场怪兽 话说都是链接直尾5的怪兽 暗流体又岂能没有赖皮效果呢 只见当对方怪兽发动完效果后 暗流体可以通过去除一颗指示物无效效果的发动 并且暗流体还可以继续进行攻击 这下暴漫彻底蒙倒 这里的连锁就像他对付奎妹使用的战术一样 是无法被破解的死循环 不甘就此失败的暴漫没有放弃 面对阿库亚的攻击时去除无上机的一颗指示物 无效怪兽自身的破坏 剑指前方的小黑表示就算如此 也只是让无人机的攻击力越降越低 游坐对应效果发动暗流体的怪兽效果 去除指示物并下降自身的攻击力 暴漫吐槽这部剧中没有投降的选项 只能继续去除无人机的指示物发动效果 继续听小黑和游坐的胜利说书 此时无上机神龙已经被暗流体死死的压制住 虽然同为链接五怪兽 但谁让暴漫一口气的掀出了两只呢 后手反制成功的游坐宣言攻击 这次的伊格尼斯是好说话的温迪 眼睛已经从邪恶红色变为了出世紫色 暴漫试图垂死挣扎 祈祷是自己的计算失误 可身为超越了伊格尼斯的人工智能 又岂会计算错误如今的局势呢 只见此时的暗流体指示物归零攻击力恢复到初始三千 而反观暴漫的高驱动神龙则是指示物和攻击力双双归零 满身肌肉快的游坐下达最后一次的攻击宣言 暗流体的攻击招式名从伊格尼斯变为了终结 七彩光束洗刷暴漫的无上机神龙 至此游戏往史上第二拉的Boss彻底败你 中途还不忘记发动自己和弟弟的回忆杀 事后暴漫和游坐聊了起来 双方进行赛后的交流 暴漫表示当小黑站在了人类一方时 就注定堵死了伊格尼斯的未来 游坐文言淡定地眨了眨眼 没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 说实话这两人在剧中几乎没有交流 但兄弟情却是超乎想象的深厚 只能说腰斩导致日常被删 这部剧除了打牌就是打牌 没有任何多余的剧情来塑造角色 事后小黑痛苦流泪 因为不光是他的同伴 就连游坐的同伴也全都牺牲 不过也不知道是暴漫有意为止 还是编剧的特意安排 只是复活了人类一方牺牲的人 而五大伊格尼斯却是彻底消失了 随着暴漫和莱特宁格的消失镜像世界毁灭 时间来到了几个月之后 游坐帮草哥考了几天热狗 好像穿着睡衣的奎妹来照顾生意 奈何游坐压根不搭理他 对于打牌机器来说还不如瘦公司 最新研发的人形仿生机器有吸引了 过了一会等奎妹走后 尊哥恰到好处的来趁杯咖啡 李波露霸带着亡灵来此宣战 虽然小黑在那场大战后就离开了 但左领导还是想要彻底的消灭伊格尼斯 于是双方从同盟关系又决裂到了敌对双方 不过这倒也正好 毕竟咬牙切齿的尊哥想打李波露霸挺长时间了 与此同时不知是那片空间 五个伊格尼斯的墓碑屹立在此 地上还有躲用来祭奠的花束 没错 这就是小黑的人类形态 也是游戏王第六部的最终报复